藍白鎮與主帥見面 政黨協商 黨成在野立委席次要最大化的共赤 不過最關鍵的不分區立委名單 會不會因為藍白鎬也有所變動 原地十一月十一號提名 剛好卡在藍白鎬的關鍵時間點 國民黨已經做好準備 必要時可以延後 探看目前外界流傳的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 除了韓國瑜可能被擺在第一位 先前南高平打出亮眼成績的 謝龍健 柯知恩 蘇清泉 以及爭取連任受阻的沸洪泰 都有望入列 部分現任不分區 由於來李德維 李貴明等人 也有機會爭取連任 民眾黨部分先前則是傳出 前實力黨主席黃國昌 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陳水扁小組發言人陳造茲 以及前議員林國成 都在安全名單內 但是如果是沒有協調成功 那我想當然彼此就是 進行一個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基層民眾其實從一開始的期待 到現在其實焦慮不安 基層小基只希望快點塵埃落定 而傳出藍營內部預估 下屆部分區渴望比本屆十三席 多增加一到兩席 而民眾黨也喊出目標最低八席 藍白麗拼國會過半 立法院政府院長合作也備受外界關注 傳出藍營內部看好前立法院長 王金平以及前高雄市長 把韓國瑜搶力越龍頭 我的公道伯真的是對於讓各政黨能夠好好的坐下來談 是很有經驗的 有誰來爭立法院長寶座 藍營立委沒有名講 只是也看十月二十號部分區立委登記在即 藍白河如何牽動兩黨的部分區分配 外界都在等著打分數 有關於這個不分區啦 還有區域行立委的部分 我先來請教一下溫大哥怎麼樣看 因為其實這兩天 這個蕭麗媛老師他有他的分析 他說在野兩黨現在的合作 要擴大到立委的選舉 提出這個選後在野黨聯合的構想 那麼呢在這個國民黨啦 或這個民進黨兩黨競爭的選區當中 情勢有可能會比較利於國民黨 如果說真的藍白河的話啦 那如果照此發展他覺得民進黨 大概還會繼續執政沒有問題 但是有可能國會 這個有可能沒有辦法過半啊 那如果國會沒有過半的話 選後很有可能就是在野黨左右政局 如果是這樣的話立法院誰當龍頭就很重要了 我們昨天看到的新聞是 國民黨部分區原本是說11月11號定案 不過因為受到藍白河的影響 現在時程是有可能延後的 剛才信義鳳也證實了這件事嘛 他說會給主席更多的這個裁量權 那如果藍白河真的讓國會席次最大化 到時候立法院長可能就是國民黨拿走 那到底會是誰 會是王金平還是韓國瑜 甚至還有人提到賴世保 現在以韓國瑜跟王金平的呼聲是最高啦 溫大哥你有辦法想像韓國瑜 當我們的這個立法院長嗎 這是什麼樣的場景什麼樣的光景 來溫大哥 剛剛提到王金平 各位看這個是新新聞曾經封面貼出了王金平 王金平本身各位回顧一下 在二零一六那一次他就有心要問頂總統 他還在想說要跟朱立倫配還是要跟誰配 你就曉得說王金平跟郭台銘這一些 當時其實只能說處心機率已久了 那現在小麗言他一直在講這個可能國會沒辦法過半 事實上小麗言只是一個教授 我寧可看的是報紙的分析 這是最近日本經濟新聞 他就解析就是說郭台銘 他這個下來是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到現在還是未爆彈 他如果退或他執意參選 那都會影響不是總統大選 是包括國會席次 因為現在選舉的話 大家都知道了 很需要錢 而柯文哲本身也表態 聯合政府應納郭台銘 你也可以知道 那為什麼郭台銘這麼叫好 郭台銘他之前民調也曾經贏過小英 就是上一次 所以你要瞭解 雖然表面上大家都在講說 藍白盒不是權威分配 事實上這個就是中國時報頭版 勝選後柯可辭副總統當隔魁 底牌都打出來 你想看看他們說我拍攝 好像說我好像勝券在握 副總統我都可以辭掉 到時我就換個跑道 變成國會領袖 變成這個最高行政所長 所以你要瞭解說 整個選舉選到現在 只有柯文哲講得最好 人民會跟著政治人物走 他現在就是吹哨子 吹笛子 後面跟著一大群年輕人 現在又增加一群陸配 對 所以人越看越多 但是越看越多 國民黨現在頭上摸一些 他怕會被柯文哲整個把他都帶走 你帶走的時候 說這句實在 說出來民調 民調 民調 各位真的要看看就好 因為如果說任何事情都是在看民調的話 你看到會怕 侯科沛領先 內銷這個五個百分點 內閣施政滿意度不到四成 這說起來都是在看水 但是但是各位要了解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些運作 這所謂運作就是 剛好這一期的鏡週刊也報導 完全就是已經在操控 這個是一個自入戰 是一個認知作戰 所以盡信書不如無書 你竊竊都相信 你就不要去突竊了 怎麼說 那就是 都辦法幫你操作 這操作到最後的極限 就是說你全都揮起來了 你揮起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會造成 可能包括連侯友誼 他都會講這種話 主張兩岸對話 侯友誼說 只有我有能力 我說的 不好意思 你騙笑 怎麼可能 趙春生講得很白 國民黨內跟中共高層 能夠有管道只有誰 柯文哲和郭台銘都沒有 只有朱立倫 只有朱家 真的要聽清楚 只有朱立倫跟他的岳父 一部高藝人 高藝人 這兩個 為什麼說這兩個 最近李克強要出病 各位回想一下 當江澤民出病的時候 中共中央發出四個說 臺灣的這個調驗 調驗的第一號人物 當然就這個算朱立倫 因為他是國民黨主席 第二個玉木銘 玉木銘這個叫本來講 看起來就是一個 算是新黨代表 對不對 再來呢 還有誰呢 高藝人 高藝人之後才是侯友誼 侯友誼代表的是地方勢力 是屬於省長級的 你是新北市市長 高藝人當過省議長 高藝人的女婿是朱立倫 四個臺灣的代表擴掉你那個 這個玉木銘 國民黨三個裡面 朱家跟高藝人 加起來占兩人 等於是二分之一的代表 所以中共眼中 說一句實在 侯友誼 你不可以再說這個小話 不是你有能力 是朱藝人跟高藝人有能力 朱立倫 他有辦法透過他小舊子高師伯 高師伯跟著夏立元 進出中國多少次 你調檔案出來看 高師伯 你是什麼職位 你是代表你爸爸嘛 這大家看得清楚 阿共的省就算一筆 你不要看整個都飛去 他現在就是壓在朱立倫 侯友誼你都是被位 我說一句實在 難怪其實賴清德副總統之前有說 如果去問魔鏡 誰最希望藍白河 最希望的大概就是這個共產黨了 這邊我先請韋傑議員 間斷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一直在盛傳 是不是韓國瑜會白信 你們這個不分區的第一位 另外一個問題要請教是 因為你們現在都說要拼立委息事最大化 例如說那臺北的部分 像文山區啊民眾黨 又提一個張祺路 那你們也有你們的賴士寶 現在是誰要退 還有賴襄嶺那一區也是啊 今天訪問的時候賴襄嶺跟張祺路 沒人要退耶 人家說我們都已經只提這個十幾個 已經提很少了 當然是當人不讓啊 人家是這種態度耶 韋傑 我想當然 我記得他們在兩個會談的過程當中 有提到就是說 可以合作的地方 我們就合作嘛 那我當然覺得說已經提名的部分 不能合作的話怎麼辦 那就是各自努力嘛 我覺得這也是有 大概有二個默契 他已經因為說真的 我們不管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都還是要PG要撐自己的 這個第二張選票政黨票 所以你說他的這個選區 已經有提名了 你要他退 我說真的 不管是對哪個政黨都不公平 那這樣怎麼歧視最大化 大家就各自努力嘛 那我想在這些選區當中 當然我們想還是有 我們比較優勢的地方 那當然可以合作的 例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新北或是台中 這些有我們沒有提名 民眾黨提名的 我們就是全力支持對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看個案 每個地區的狀況不大一樣 所以這也是政黨協商過程當中 兩黨的主席必須要去做討論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過於 覺得說一定要誰退 誰不退 我認為既有的提名 我覺得就按照既有的程序走就好了 那這也是大家的一個默契 我想不管你要誰退 對他都都沒有 就都沒有好處啦 而且就像一樣 就是說現在都要政黨協商 或是過去之前要談談白河 誰當政的誰當富的 如果大家都各執意詞 這是沒有辦法繼續談下去的 所以這時候 我覺得大家就要一個默契 大家自己 就是針對自己的優勢選區也好 或是已經提名的選區也好 各自政黨各自自己努力 然後區域的拼勝選 然後呢 不分區或是已經有提名區域的 一樣也要把第二張選票給衝出來 這個政黨協商到最後 這個現在是變成各自努力 灌亭 這樣早就說 我們來看一下啦 但是因為確實 這個小麗媛老師有他的分析啦 因為如果在某一些選區當中 如果是國民黨民進黨 誤播了選區 最後如果人家藍白真的合起來的話 那確實對於國民黨的選情 可能會稍微比較有利 也因此他預測啦 因為如果照這樣 這樣子發展的話 有可能明年的這個選舉 開票完之後 民黨也許賴清德 還是會很順利 很順利的當選 可是國會呢 民進黨沒有辦法過半的話 那就是由在野黨左右政局 民進黨這邊也要準備 這個明年如果選完 三黨都不過半的話 未來喬小也大 這該怎麼辦 來冠廷 沒錯 首先先講 就是我們民進黨 現在對於整個立委選情的狀況 還是非常有信心啦 我們審慎可是有信心 為什麼我會說有信心 這個目標 總統勝選國會過半的這個目標 仍然沒有改變 那說真的 我們的信心哪裡來 信心來源是在於 我們相信在未來的七十幾天 我們一定可以說服人民 一件事情就是 讓民進黨在國會過半 絕對比藍跟白在國會亂 會來得好 我們過去在2000年到2008年 當立法院 嘲笑野大的狀況底下 我們以最近 大家很關心的潛艦 當時其實根本不需要潛艦國造 我們接受潛艦國造 是因為美國在2001年 小布希政府要賣給我們八艘潛艦 結果在程序委員會被掌握有立法院優勢的國民黨 程序委員會就擋了69次 69次 如果當時沒有檔審查過 預算過合理的價格買到了八艘潛艦 2013年我們第一艘潛艦就已經進台灣了 2023年現在可能八艘都已經拿到了 我們根本不用在這裡 還在那邊討論潛艦國造 可是國民黨當年 黨潛艦跟美國買 最近是馬文君迫不及待的把潛艦的資料 拿給韓國人 這相關的一個狀況 我們會知道 在立法院讓國會 讓國民黨他們過半 讓民眾黨過半 藍白過半 是不會有好處的 第二個 其實核心的點是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現在選區的狀況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這麼沒有競爭 我們回來各個選區講 如果以地方73個地方 民選的選區的立委來說的話 國民黨沒有提名的 總共只有三個選區 分別是新北第二 台中第一跟高雄第一 只有三個選區 國民黨民眾黨都提名的競爭區 有八個選區 八比三 八個選區是兩個政黨直接強碰 而幾個非常競爭的選區 我稍微講一下 宜蘭 國民黨跟民眾黨競爭激烈 桃園第五選區 平鎮龍潭 呂玉玲跟賴香玲競爭激烈 桃園第六選區 八德 邱洛華跟李沐妍 也是競爭激烈 新北第八中和 張志倫跟邱承遠 也是競爭激烈 民眾黨沒有在放水的啦 這幾個選區 都出來就知道 票數 不會到 想說 國民黨一面倒的 比壓制民眾黨 所以 這幾個選區 這八個選區 民眾黨怎麼跟國民黨合 現在藍白 在講藍白合 總統看起來不談的吧 所以小麗媛老師現在講 我們民進黨要注意 沒錯 謝謝各界的提醒 我們未來也有相關的戰略 接下去 我們賴清德主席 會展開各地的競選總部的成立 把空戰跟陸戰做結合 我們到地方去 會告訴大家 我們施政的願景 我們現在包含七個 國家希望的工程 我們未來年輕人 要怎麼投注資源 一個一個講給大家聽 那國民黨民眾黨 現在的地方講什麼 只講兩件事 第一個藍白合 非常好笑 比方說我們新北市 好幾個選區 那個看板 那個立委參選人 上面不是提政見 上面是寫藍白合 我就不要講誰了啦 因為大家也是議會的同事 我今天應該知道我來講誰 太尷尬了 你國民黨的參選人 有志氣一點好不好 你就提跟他講 我要做什麼 民進黨立委沒做到 我要做什麼 不是 看板上面印藍白合 所以對他們來講 藍白合比政見還好重要 第二個提什麼 下架民進黨 大家會想一個問題啊 下架民進黨之後 上架什麼商品 上架每天胡說八道 今天跟昨天不一樣的柯文哲 會把外國使節送給他的懷錶 說要當廢鐵賣掉的柯文哲 媽看起來不是嘛 是送給那個應該回來 好好當市長的侯友宜 這件很有趣喔 我在各地那個去服選啊 尤其是新北市的 那個很多座談會啊 我到現場 我最後都會跟選民喊一件 一個口號 喊下去有夠有來的 大家都超開心的 除了喊賴清德動算 我們立委 當地的立委動算的話 我會說 我要畫侯友宜 大家畫做市長好不好 然後他就狂笑 我就說 我中央庭這輩子 沒有這樣支持過侯友宜過 我們支持他一次 侯友宜做市長 然後全場就high了 全場非常厲害 我去做總統 侯友宜回來做市長 這個在新北很有用耶 我會這樣講就是 其實各地 新北大本營 所以我現在搖頭了 尊重 但等一下可以講 但我要講喔 這在民調上 侯友宜已經幾次民調 在新北市的民調 輸賴清德外輸柯文哲 連柯文哲也輸啊 好幾次了 各地啦 國民黨也有做 民進黨也有做 各媒體 所以其實反而 侯友宜的本政區 侯友宜在台中喔 拿得比新北好耶 這個就是很特別 所以說 所以新北市 大家會有一個 怨氣 那藍跟白 無論他合或不合 其實對我們民進黨來講 我們就是 堅定我們的不防守前走 那當然 最近的民調 我們也有警訊 我們也有注意到 因為事實上 這位藍、白和太搶戲了 那藍、白和真的太精彩 每天打開那個 那個電視機啊 打開新聞啊 比八點檔還精彩 那前一天沒人要嫁女兒 後一天沒人換人嫁 那就是這樣子 沒人自己嫁了啦 自己的沒人自己嫁喔 擔心這件事 所以我們有信心 藍、白和在未來二十天 無論有何沒何 確定了之後 民進黨一定會 我們會把整個隊型整隊好 那現在外界給我們提醒的事情 我們都會虛心接受 那我們還是有信心 總統可以勝選 國會可以過半 藍、白和真的非常詳細啦 好啦 讓韋傑說一下啦 我想剛剛也一樣啦 我在地方上也是這樣喊嘛 我說讓瞭解新北 瞭解我們選區的這個侯市長 當總統擴大他的權貌 也是大家歡聲的一棟啊 所以我覺得那都是各自的同溫層啦 我們還是要爭取中間選民 才是比較重要的 沒有 洪友宜做總統 還是做起床 來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聊